那有关绘画管理的观念 我们大概需要了解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绘画管理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有个资料 假设说今天我们要跨网页之间 要传递一些资料的话 那这些资料应该放在哪里比较好 那昨天最后一个sample 我们有讲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产生了一个动态的密码 图的密码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暂时存在 server端的某一个地方 那这地方当然最好就是用session 那除了session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放 比如说我们可以借由像隐藏栏位 有些时候如果你那个资料 资料的安全性不高的话 也有人会把它写在隐藏栏位里面 或者是说除了session以外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像cookie里面 cookie也可以放资料 不过cookie的话是 等于是local端 等于是它是放在browser里面 而且会有一个存取的时间 另外的话 如果没有开启存取cookie的话 那你的cookie你的程式可能会有问题 那或者是放在session等等的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会举一些相关的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放在隐藏栏位里面 那这个隐藏栏位呢 各位可以看到主要就是说 它也是放在clime端 而且是藏在网页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A的网页要传 A的动态网页要把资料 放在B的动态网页 那在B的动态网页里面呢 我要把A的资料要传过来嘛 那我可以暂时存 藏在 其实有点藏 藏在那个隐藏栏位里面 那等到我到B网页 B的动态网页要传到 C的动态网页的话 其实又可以藏在 B的动态网页里面 然后再把它传过来的话 实际上也是放在隐藏栏位里面 那隐藏栏位 因为它的标签 如果在HTML里面呢 就是所谓的Hidden 那Input Type里面的话 如果是Hidden的话 将来在画面上不会显示出来 可是会藏在HTML里面 实际上它会有个资料在里面 那后面当然会有个Value 我们可以把这个Value 把那个 比如说前一个网页的资料 暂时存在这个Value里面 那等到到下一个网页的时候 再把它抓出来 可是这个方式比较危险 就是说如果是有些人 他会去看HTML的原始码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到 原来你有藏页资料在里面 但这一招其实也还不错 因为有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撰写到 这个Section 或者是Cookie的东西 也是一个一种方式 那我们这地方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问卷 比如说一个问卷 下一个问卷 那我如果要把上一个问卷 跟下一个问卷 是要带出来的话 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我这边有个Sample Run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这边有一个隐藏栏 为了Sample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部分 已经到第四章了 所以前三章的东西 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 请回去自行看一下 花一点时间把它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是在讲 第四章 有关会话管理的部分 那这边 第四章的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Sample 这个Sample的话 我把它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首页 首页就是有一个问卷调查 那这个问卷调查 它会跨好多个网页 那我们按开始作答之后 会连接到第一个网页 连接过去之后的话 那实际上 刚刚同学问到说 我开始作答的时候 要连接到某一个 因为我要连接是动态网页 可是我动态网页 没有什么.htm 或者点什么JSP的 那个实体路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指向什么 指向你这个同样 它目录底下的什么 它就是那个UIL UIL那个Mapping 那个就是UIL Pattern 那个名称 实际上就是你的前面名称 有没有 网站的这个你的网站前面名称 加上那个名称 就是它就会自动帮你导引到 那个Servlet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这个东西 UIL上面的名称 所以我按开始作答之后 会连接 那我们会有比如说问题一问题二 然后下一个就问题三问题四问题五问题 它会一直跳页 那比如说我今天的问题一的答案 我就直接输入Test1好了 那第二个就输入Test2 那换下一页的时候 有没有 那我要连到下一页 可是下一页我这边有两个资料 Test1、Test2 那资料我要放在哪里比较好呢 基本上 其实放在下一页有没有 那我这时候呢 资料要先 因为User端已经做答了两个结果 那我必须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 最后它整个秀出来 但是现在已经跳到 这个问题三的这个页面 那我们直接也是输入什么 Test3 按一个什么 完成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在什么呢 问题一问题二 那个页面的资料 其实如果说你没有用Session 或者用Cookie的话 它的资料会不见 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存 也就是你最后 传到最后的这个Final的 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前面的资料存下来 基本上 我们是做了一个动作 我直接用那个 用这个来看好了 比如说我们这边 直接把资料存 比如说我输入Test1 这个是Test2 然后下一页的时候 实际上我已经把资料存起来 它存在哪里 其实是隐藏栏位里面 那我怎么知道 隐藏栏位里面有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讲 在Chrome里面有那个 检查元素 那你检查元素里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先把它展开一下 各位看一下 实际上 这边应该有一些资料 我把这个 里面的话 在 在哪边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已经跳到下一个 就是问题3的页面 对不对 那可是刚刚作答的结果 我是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问题3的这个页面里面 实际上 我是有放了两个资料 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input type hidden 然后呢 p1 q1 那value的话 就是我刚刚填的 test1 然后呢 p1 q2的话呢 是test2 也就是我暂时把它塞在这里 那等到我在输入什么呢 输入最后的结果的时候 再把test3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按一个完成 那他就会把hidden里面的这两个资料 顺便再丢过去 最后再把它秀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暂时有一些资料 想要暂时存放的话 隐藏栏位也是一种方式 隐藏栏位也是一种方式 然后按完成 结果就可以秀出来 他不只可以怎么样呢 因为test3 传递过去接收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有request request一定可以接收到 那个参数 test3 问题3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问题1 问题2的资料 我就会有问题了 那我们可以借用什么 隐藏栏位在你的存放 最后再一起秀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样利用隐藏栏位的技术 来做到这样子的结果 首先的话呢 我们一样也要建立 我们在这个地方 建立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 一个首页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请各位 先建立一个专案 那专案名称的话呢 就叫做 这个hidden 就是hidden field 这个专案 那专案里面的话呢 我们里面先建一个index 那这index里面呢 是一个htm的一个档案 那里面的话就连接到 这个 就做一个超连接 连接的名称就是 这个名称 我们给一个就是 question 这个questionnaire 这个名称的话 实际上呢 将来就是连接到 那个 我们的这个地方 这个view里面 那这个view的名称 将来也是叫一样的名称 也就是说将来超连接的名称 跟这个view的名称是一样的 OK那请各位先建一个专案 然后呢也在前端建一个index 另外呢再建一个 一个serverlator 这个serverlator名称 在建的时候特别注意就说呢 在新建的时候 serverlator 那名称的话特别注意就说呢 我们在 在这边 新建一个 serverlator 特别注意这个名称 特别注意这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叫做 Q1好了 OK下一步 下一步这个地方的view 有没有 记得你要把它改成什么呢 将来index的超连接名称 就是从这边改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超连接名称呢 是对应到这个叫 URMapping的上面 实际上这个名称 就是指向那个serverlator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先建立一下 这部分好了 这个地方不需要去更改 你就是直接就是 主要是这个Mapping部分 我会说 Name的意义到底 哪个Name 最上面那个Q1 Name部分 哪一个Q1 最上面那个 这个 这个Name吗 这个Name实际上 如果你把它 我看一下 你把它改个点 看上面会不会同步 哪一个确定 改上面的话会同步 改下面 我不知道 主要是URMapping 这个名称的话 应该是对应 这个URMapping的名称而已 所以主要将来 你们要连接是看这个 不是看上面的 我是没有特别注意到上面名称的 我通常是 改了这个名称之后 有没有 就在URL上面 它会看的是下面那个名称 而不是上面的名称 所以将来你在网页上面 抄连接的话 连接过来会是这一个 OK那请各位 建立一个专案 就是叫Hidden Field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城市该如何 Hidden Field Walk OK好那刚刚已经把那个逻辑 跟各位讲 那我们实际上再乱一次 也各位看一下 直接按完成之后 那超连接 这个连接的话就连接到 URL的媒品上面 所以你点击之后 会出现问题一 问题二 那我把这地方 直接输出 Test1 Test2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这一个 Fone的表单 他的Action呢 还是他自己 所以Action 是自己又呼叫自己一次 自己又又漏一次自己 所以指向给自己之后的话 他会接收到什么呢 接收到两个 一个Value是那个 隐藏栏位1 就是问题1的那个 Testbox里面的值 就是我输入的是Test1 然后那个问题2是Test2 就接收到之后 再把这两个值呢 放在那个Value 放在那个隐藏栏位里面的 第一个 第一个隐藏栏位 跟第二个隐藏栏位 然后我按下一页的时候 因为我这边是下一页 所以呢 我判断的时候会是下一页 然后接收到 一样 也是在这个画面里面的 实际上就有两个隐藏栏位 加Test3 按下完成之后的话呢 把这三个统统把它秀除完 大概基本上流程这样 那要怎么样完成 这个页面呢 首先各位一样也是建立一个 这个Sublet 我是这边在我专案底下 建立一个叫做Questionnail 那里面的话要做哪些动作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这个画面 大概看得到 拉过来一点点 好 那我们逐步来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呢 因为我们传递过来的讯息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DoPost 也有可能是DoGet 所以呢 你们打勾 产生的时候两个都打勾 好了 那打勾之后的话 假设呢 我今天呢 无论是 DoGet或DoPost 都要去run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那个 Voil的方法 就是 Plus这个Request 就是 这个方法的话 无论它是 DoGet 或者是DoPost 有没有 这两个 同样都是执行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呢 传递就两个参数 一 不就是Request 不就是Response 也就在Server端 反正无论如何 你是Get也好 或者是Post也好 反正呢 你就是执行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把它写在上面 把它写在上面 当然 你在建立的话 其实这边也可以 直接写在DoGet也OK了 那这边因为我们顾虑到 就是说有可能是 Get也可能是Post 那这边的话 那这个方法里面呢 它主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的话呢 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那个Request端 Request的部分 就是接收到的讯息呢 把它重新编码成UDF8 这个跟昨天讲过的 部分一样 再来Response出去的话 也是UDF8 这样的话比较避免掉 那个会有那个乱码的问题 所以前两行这部分 跟昨天讲的是一样的 再来的话输出 那输出的话呢 在这边 我们建立一个out的物件 那这个out的物件 可以把我们要输出的 这个HTML 把它把它做出来 那里面包含就是说呢 我们在Body以前的东西 那Body以前的东西 实际上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办 把它建一个字串 以后就out之后的话 就把那个字串的变数 放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话呢 就是说 我这边呢 取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名称叫Page 那这个Page实际上 就是指的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按钮上面的 就是有没有 我们三命 那三命的这个按钮 有没有 它的名称就叫Page 名称就叫Page 然后呢 这个Page我取得 比如说第一次漏进来的时候 这一个参数里面 一定是No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 这个Page 这个Page参数 这个变数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去判断说 它是第几次Low的 第一次Low的话 那就是No 第二次Low的话 就是下一页 第三次Low的话 就是完成了 所以会从这边去做判断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这边我们可以取得 参数的名称 叫做Page 那如果是第一次Low进来的话 那我要做哪些事情 那还有就是说 第一个是 这一行主要是判断说 它是第几次载入的 第二行的话 底下这一行就是 我们要自己呼叫自己的话 那自己呼叫自己的话 我们就是在那个 上面建一个phone action 那phone action指向哪一个呢 就指向自己 那你会发现 自己本身 有没有 我的view 这个名称 跟phone action 一样的名称 所以如果将来 各位在做动态网页的时候 自己要呼叫自己的话 那就是把这个名称 输入上去 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mancer的话 我们用Pause 所以如果用Pause的话 基本上 DoGate那部分 也可以漏掉 你可以把直接程式 干脆写在 那个DoPause里面 就OK了 因为我们这边 mancer是用 那个Pause 所以你直接去 这个 去把那个DoPause 那部分的程式码 把它实作出来 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判断说 如果第一次Low的话 那这个Page里面的 内容一定是No No 然后 输出的话 就是输出什么 输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问题一 问题二 然后再加上一个按钮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的 这个画面就是 输出的话 第一次就一定是这样子 问题一 然后一个什么呢 一个按钮 问题二 一个按钮 然后再下一页 就这么简单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怎么撰写呢 就是 out the print line 然后问题一 好吧 问题一 问题二 再来的话 就是那个input 这个input type 是一个summit 这样的话 就可以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这个页面 OK 那第二次 我按下一页之后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什么 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要怎么做呢 这边就是再建一个else if else if就是说呢 如果 这个下一页 就是说我们前面是一个字串 就下一页 点ecos 如果是 因为我们按下去是 传递过来的 因为我按了下一页 所以传递过来 那个 那个按钮上面的名称 也要下一页 所以传递过来 如果按了下一页的话 就要建一个什么呢 建一个我从 上面的这一个页面 就是P1Q1跟P1Q2 里面取得什么 取得这两个 有没有 变数之后 然后再把它塞到哪里呢 塞到隐藏栏位里面去 所以取得之后 下一页取得之后 先把它塞到隐藏栏位里面 所以在隐藏栏位里面的话 我就把它放什么呢 我从上一页取得的 P1Q1 我这边也建了两个 两个Swing的变数 然后分别把它塞进来 塞进来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呢 这两个隐藏栏位 将来在画面上是看不到的 可是它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呢 它是存在下一页的 这个里面 但是你从这个画面上面 是看不到这两个隐藏栏位 但是你从检视什么 从那个Google里面 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什么了 隐藏栏位了 这边看不到对不对 你把这个展开来 就在这边看到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输入的第一次的资料 先塞在这边 暂时存 这个有点像暂存在这里 暂存在这里 然后等到 按下那个完成的时候 那你不是会判断吗 所以接收到如果是完成的 这边判断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AOS IF 如果是按钮上面是完成的话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把丢过来的这个P1Q1 P1Q2 跟P2Q1 有没有 分别把它输出 那因为呢 我们隐藏栏位里面呢 它实际上呢 Value是放前一次呼叫的 那个资料放在这边 然后呢 它的NAME的话呢 也是P1Q1 P1Q2 所以呢 将来秀出来的话 也可以秀出 我们最后的结果 好 这个是放隐藏栏位 稍微有点比较 比较这个 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 第一个是 我们的参数传递 就是说 我们按下Button 第一次的话 是No 第二次的话 是下一页 第三次的话 是完成 OK 那这里的话 它最后结束一个Fone 然后 这后面 这个都固定的 所以其实 这三个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一行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部分 先实做出来 OK